先生 我觉得这一点我非常不能理解啊 如果他是孩子的妈妈 怎么会对这个钱的事情如此计较 他说这句话 我现在我的身份我都不明白 我是一身份 我现在可能就是说 名义上的夫妻不做夫妻事 这怎么讲 我跟我爱人的 我们俩我是属于半路夫妻 半路夫妻 对 我们俩是同学 我学同学 一零年的十一月二号 也是通过同学聚会 都联系上的 对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儿子 也不是他的 是我的 那他对这个孩子好吗 咱们就实事求是的去说 不能说是不好 好的是在前方 现在这几年 这几年就也都不那什么了 李先生说 之间他都没想明白 自己在妻子心中 到底是什么身份 妻子对李先生约法三章 处处按照约束员工的方式 要求李先生 李先生常常怀疑 自己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婚后妻子无论于工于私 从来没考虑过他的感受 这让他度日如年 既然这么痛苦 那么当初李先生 为什么会选择到妻子的公司工作 这一干又干了这么多年呢 这是我们同学一会儿聚会完了以后 他问我你干什么呢 我说我待着呢 您那时候是没有工作的一个状态 对 那时候我妈也刚去世嘛 他说你来吧 我说行 那无所谓 这么着我就上这儿去了 那说没说过 您到公司来做什么呀 我又不怕大家吓唬 他问我开始 你怕狗吗 怎么问这个问题 也是 什么意思呀 你给我喂喂狗 我说行 就让您上公司里边帮着喂狗 对 就是您有没有说在这公司 我认为一个什么职位呀 没说 这怎么可能呢 没说 他也没具体让我去干什么 他就让开着车 让我跟他去买菜啊 弄我的就干这吧 买菜 这属于单位工作的事情吗 对 石桃 但就是让您陪着他 对 那他有跟您谈过工资的问题吗 没有 从来没谈过吗 就是上他那儿去了 他就说给你多少钱呀 我说同学 我说你看上呗 他怎么能 你得一个月就发薪水 就开支吧 然后在这当中嘛 我就和他在一起了 然后完了以后呢 那天开支 会议叫我 您把这工资领了 然后我拿这个钱 我就直接我就交给他了 您又交给您爱人了 对 为什么呀 因为我是跟人家在一起了 其实你要真是说 按照生活的这个加成 加成的关系说 那谁挣钱不交给夫人 您是这么想的 对 我就都给他了 他有没有给过您 比如生活费呀 那因为您得过日子呀 哎呀 我说您 我都怕大家笑话我 那是快临近春节了 早上起来 给你一卡 我说你给我卡干嘛呀 他说你拿着吧 他说这里有钱 他这一说钱 我问家子我脑子 我就大了 你当时为什么这么敏感 我没拿过钱 我还有点 呦 我说行 我说这是可能让我出个门 弄伍的 别手头紧 后来第二天吧 让超市买东西去了 结账的时候 我说妈呀 把卡拿来 我就直接就拿 我就给他了 那给他之后呢 这卡就是留在他那 还是放在您手里了 然后又给我了 他又下一次呢 说还是这种状况 去超市买东西 哎 卡呢 又给他了 我就想这事 我说给我张卡 里头装的钱 他买东西 平常都是他付费 今天让我拿着卡 我说这事 我不给你当这家 我把卡给扔下 这个您爱人给您卡 让您喊结账的话 正常来讲的话 我个人也有过这种行为 我的钱我也交过老婆管 然后呢 他让我到超市 去让我拿卡 给他结账的时候 我会觉得特别有面子 我是一个养家糊口的人 但是到了您这 由于您的这种 家庭的这种财产的 这种女多男少 贡献的这种区别 导致了您的心态 就跟我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是不是 由于这种您的婚姻家庭的 这种现实的财产状况 导致了您的心态 出现了问题呢 不是 您还不认可这个事吗 您也刷卡 我也刷卡 但是咱俩的刷卡 的角度不一样 那您认为这个角度 是客观上的一些影响的 还是说个人主观的 情感影响的 这句话怎么去说呢 其实你要真是说 就是您 因为咱俩的行为 都是一样的 都是去刷卡 都是拿卡 对 但是不是说是 是你给我这个钱 你是让我给你 当你的保管员呀 还是让我给你是 当这个架子 还是怎么着 您看您这块 就跟我出现偏差了